湖北省相关人士证实 原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吴永文 日前被中央纪委带走调查 也有报道指称 山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李太平 已被调离山西公安系统 另外广州市政法委副秘书长齐晓琳 1月8号上吊自杀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分析指出习近平要清洗政法委 收回分散的权利 可能从外围开始下手 香港大公报1月15号报道 从湖北省相关人士那里获得证实 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吴永文 日前被中央纪委带走调查 可能涉嫌受贿等系列问题 吴永文是中共原湖北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 他也是十八大后第二位被调查的副省部级官员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表示 吴永文被带走调查 是习近平反腐举措的进一步延续 同时也是习近平对江泽民接连挑衅行为的进一步回击 近期这一批被拿下的关系 作为政法系统的关系 很明显这个就是习近平要打击 中共政法委书记志永康 整个政法委系统 它这种专横跋扈的气案依然非常的嚣张 习近平要想坐实自己的权利 政法委他必须得控制住 必须得搞定 这段时间包括传出来 要取消劳教制度的消息 以及法院检察院人士变动频繁的状态 应该都是由此而来的 1月9号 中共喉舌中心社报道 1月8号下午6点多 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副局长齐晓琳自意身亡 终年55岁 此外 21世纪经济报道说 山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李太平 已被调离山西公安系统 大公网报道还指出 在各省两会召开前夕 内地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省检察院检察长进行了一轮大规模调动 而且这次调整涵盖了公安 司法法院检察院等各个系统 江苏省司法厅厅长庙蒂生 调任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山东省高级法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李静 调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辽宁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厅长严庆文 调任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尤劝荣 调任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史事评论家张天亮表示 早前政法委权力急剧膨胀 并演变成为第二权力中央 游离于胡温权力范围之外 如果习近平想通过清洗政法委 收回过去分散的权力 张天亮认为 习近平可能从外围开始动手 我相信习近平对周永康是很不耐烦了 因为他毕竟是跟薄熙来一块 要就是把习近平从这个总书记的位置 赶下去的一个就是重要的策划者 而且就是整个事情也应该是他指挥的 薄熙来的话应该只是一个前台人物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说如果要是处理周永康的话 对于这个中共党内的震动的话 包括国际社会的心中也会非常大 所以我想这个习近平呢 在这个如果要处理周永康的话 他也肯定得先从外围动手 中共已故前总书记胡耀邦的三儿子胡德华 日前在北京住宅 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呼吁 中共新领导层必须对薄熙来案一追到底 同时还要接出不案的最高层涉案者 薄熙来已经到了政治局委员了 那比他再高的就是政治局常委 其实这话讲得很明白了 就是要追究周永康的问题 那这个他敢说这样的话能说得出来 我想可能也是得到了某种授权或者是暗示 但是张天亮指出 如果习近平考虑要保住共产党 那么他的动作就不可能太大